在這部劇中你會唱多少首歌 又或者有哪一首歌你會特別喜歡 其實我在這部劇中會有唱或跳 其實起碼有兩首我自己一個會演出 其他都會和其他演員有一些大合唱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一首就是我一會會表演的一首 就叫做《為點子冰冰》 這首歌就是完全是Nancy她唱她自己收兵的心態 你是聽得出她那種很高傲很自大 所有人都很喜歡我的那種感覺 就是很美女的感覺 因為Nancy在學校裡面是一個超級女神 所以她很驕傲自己 很美女都喜歡我 這個像現實的Yanky 因為都是超級女神 火街姐是 不是呀 兩個都是 現在Nancy也是 集於一身紅 好 那我很期待想聽一下 這一首歌叫什麼名字 這首歌叫《點子冰冰》 點子冰冰 很特別的一個名字 是不是點子冰冰那麼簡單 就是那麼少的 對 原來是這樣的 好 交台給Yanky 好 謝謝 點子冰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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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我 是你不識我 我就用我的方法 告訴你知道有幾錯 你不理我 還有大把人跟我 當你以為你是誰 我這麼美女 人人都穿 排隊都排到千山醉 Why if這條女 變做分隊 為我 不光盡水 我就有冰冰冰 還有冰冰 還有冰冰冰 還有冰冰冰 當我好似的 我反省 你看見一定心都痛 害到當你慢出 人都收縮 到時你死了 死唱都沒用 謝謝 謝謝 很好聽 很好聽 但是呢 我幸好看你跳舞 嗯 就是 是不是 到時一定不止這麼少的動作 到時不止 到時他的舞步 是多過唱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做舞台 我今次做這個歌 是很大的挑戰情 是呀 很難啊 其實平日跳舞 對我們來說很難 那你已經很好的 嗯 接著今次再加上唱歌 是 難度又是200% 難度200% 因為誰知冰冰這首歌 他唱的時候很戲劇 所以其實他的舞步 是全部很 啪啪 很小 很小 所以呢 我要繼續做得很小的 一些身體的 一些位置 我又可以明聽到 或是不走音 又不會拖走音 又不會因為那個動作 搞到 是 悲走了 很難 那我很期待 希望 大家 都可以 快點 7月23至28日 去到我們這個 理工賽賣會 綜藝館 沒錯 去看一看 到時Yanky 火雞姐 和Nancy 集於一身 好恐怕這個人 是會怎樣的 這個時間呢 我也想請 TOM 請問一下 TOM上來 剛才呢 我聽過Yanky唱這首 誰知冰冰